大家都知道,尽管11代酷睿已经全面上市 但由于其1秒300W的自信功耗 让本对此期待的玩家感到遗憾不已 然而放眼隔壁的AMD 其ZN3架构的超强表现已经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所以为了打破这一局面 Inner最近也是动作频繁 不断地向外界展示着自己引以为豪的12代酷睿 但苏妈方面同样也是不甘示弱 并于最近曝光了关于5nmZN4架构的具体参数 至于更加详细的情况 就跟着超级客来看看吧 其实早在去年8月 著名的爆料者MibiaW就已经为各位玩家 展示了关于ZN4架构的部分消息 但由于当时只有简短的发布时间 以及粗略的参数 所以并没有引起业界的广泛关注 然而最近这则消息却得到了进一步补全 除了预告了ZN4架构的详细规格之外 其所拥有的新特性也是一览无遗 具体来看AMDZN4架构的核心代号为Rofair 将会G1台阶电的5nm制程工艺打造 而它也将会被拥有于Ryzen 7000系列 除此之外ZN4架构会与12代Core一样 将首发支持DDR5内存以及PCIe 5.0技术 而主板插槽也会由目前的AM4规格 甚至至AM5 至于详细规格方面 从此前所曝光的基于ZN4架构的 骁龙处理器Genova 其实能达到96和192线程的恐怖规格 那么ZN4架构至少都是18核心36线程起步 甚至还有可能是20核心40线程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么锐龙7000处理器的性能又将是极其夸张 另外从目前台阶电所展示的工艺进度来看 5nm的制程节点相较于7nm 性能将会提高13% 先提管密度将会提升83% 而能耗却会降低21% 由于此同时 MibioW还表示 由于ZN4会进一步增强L2级L3级的缓存容量 所以其实际规格相比ZN3增加了50%左右 有了这些加持 那么在整体性能方面 ZN4的提升幅度应该不会迅速于ZN3至ZN2 所以保守估计 其IPC同频性能至少提升20%到30%左右 然而更让人惊喜的是 为了挑战英特尔来世汹汹的XE核显 AMD也会在锐龙7000系列的旗舰产品中 首次集成基于RDN2架构的核显 同时考虑到目前5nm的单位成本是7nm的1.82倍 这就意味着ZN4架构的制成成本将会是ZN3架构的2倍 但具体价格还需要进一步确认 然而从目前AMD所展示的规划来看 其实在ZN3之后 AMD并不会直接推出ZN4 而是会先使用ZN3加架构来进行过渡 至于ZN3加架构 从目前的消息来看 顶都会将制成工艺升级为台积电的6nm 而其他方面则和目前的ZN3一样 采用AM4插槽 支持DDR4、PCR1400等技术 并由于锐龙6000系列 但据Videcast表示 其一路暖或许会首发加入DDR5内存 同时与直配到的主板将会是X570S系列 最后根据AMD所公布的更新计划来看 GZN3加架构的锐龙6000系列将会于今年年底公布 而GZN4架构的锐龙7000系列将会于2022年公布 但具体会不会延期 这还得看隔壁英特尔的12代Crate 究竟何时才能发力 所以各位玩家就敬请期待吧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以前强光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GZN4 我们下期再见